什么是贵人啊? 贵人就是比我们厉害十倍以上 能拉我们一把的人 为什么有的人身边到处都是贵人 而有的人身边到处都是破人破事一大堆 其实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德行和福气有关系的 各位永远记得 很多时候不是你动了什么样的心机 你用了什么样的计谋 用了什么手段 就会有贵人来相助的 说真的贵人他又不傻 而是你本身累积了福报 你的福报和你的道德品性是有关系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 只要是个人 我们都会向往利益 但是在得到利益的过程 你是靠谱的 你是有品德的 贵人就会越向你靠近 你的贵人就会越来越多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你的思想 语言都是正向的 正念的 简单来说 你是一个积极正能量的人 当你高能量的时候 你的身上就会发出一道光 所以贵人愿意靠近你 帮助你 拉你一把 相互温暖 相互吸引 因为万物 它都是向着光的嘛 这样的相互吸引 在佛家常说的一句话 增上缘 用白话来说 增上的意思就是帮助人 增上缘的意思就是通过帮助人增加自己的福报和能量 我们必须在这句话增上缘上面去努力 那怎么可以增加你的增上缘呢 永远记得各位 请做五个好 想好的 听好的 看好的 说好的 传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如果你都想坏的 听坏的 看坏的 说坏的 传坏的 一切都是坏的 这就是 逆增上缘 所有的一切都是扯你后腿的 都很不顺利的 如果你持续存好心 做好事 你的增上缘就会越来越旺盛 愿你在这里 我们共同提升智慧 提升能量 吸引一切美好的事物 进入你的生命里 加油 唯一能看到使用财商创业成功 讲述自己经历的老板